演员李道现在INCE上被黑客入侵 这位演员 以德鲁娜酒店再次18岁 Sweet Home和5月的青春等KGR文明 最近他在社交媒体INCE上拥有550万粉丝 不幸的是 他的账户现在被黑客入侵了 2022年8月24日星期三凌晨1点 李道现的原始上传消失 他的INCE似乎被黑客入侵 相反 发布了一张随机的鼠标照片 标题是 You'll readable的拥有 下一个帖子是巴西国旗 导致网民怀疑该黑客来自巴西 一个小时后 李道现的照片出现了 但他仍然有黑客发布 他承认自己无聊 他们向演员的粉丝保证 原始帖子将恢复 黑客不断标记 Rate about 他们似乎以韩国艺人为目标 黑客似乎用用户 atbun40de3 虽然解键上写的是美韩人 但根据网友描述是一位巴西人 虽然他们只有一个帖子 但他们拥有34000粉丝 黑客还透露他们下一个目标是张元英 除了通知公司 让张元英联系他们以外 还没有其他实际行动 希望黑客不会成功入侵张元英的账户 公司也要保护好元英 爱到韩社 没有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